今集的《風生水起輪流傳》 我們就去到一個住在紅磡家庭觀眾家 我們知道紅磡以前是一個套入海灣 現在有很多陸地都是填海剩下的 而今集這位紅磡家庭觀眾 他的單位正正在填海部分的地方 我記得以前師傅你說過 對風水一定會有影響 沒錯, 風水是八江, 陰陽、虛實等等 堆田的地方拿到土地 如果時間足夠, 地基是實實的 就行了 如果不是, 太早開發 其實地基還未夠實實時 虛實就變成過虛, 扣分 紅磡這裡面向著維港 但靠山要去到很遠才有 風水而言會不會太好 近水遠山, 紅磡面向維港 近水, 遠山的靠山是九龍塘的 北架山, 是香港的少祖山來龍 如果是八雲的大地運, 東北有個大老山 西南是灣仔, 中環來水 八雲, 加上地鐵的開通 八雲、九雲, 地運都會大旺 紅磡一帶的地運就會越來越好 至於今集的觀眾, 它的單位風水又會如何 就讓我們先進屋看看 師傅, 這座大廈的地下正門 有一條正方形的柱對門口的外面 其實有甚麼影響呢 我們說大門口, 屋前的空地就叫做明堂 明堂見水就財運好或運利好 甚麼叫見水呢? 不一定有噴水池、泳池 當然噴水池、泳池當然是水 我們說風水說, 氣空就當水輪 地方開陽空曠, 就當水 但門前有一條柱在那裡, 窒住了門口 對整棟樓的風水會扣分 而且那條柱就是, 正如Amy你所說 是四方的, 四方有四個角 圓柱都叫做圓潤一點 四個角還有玻璃面 即玻璃磚, 像幕牆一樣的面 走到門口的時候 其實看到那條柱又有一點反應 其實是會干擾門口的氣場 變成, 其實可能是他的房子結構問題 其實是不好的 看過大廈入口的環境 量讀過大廈入口的立向之後 我們就在單位找出中心點 然後將平面圖, 平均分為百分 連同中公位, 一共有九個公位 再按方位安升 紅色的數字, 代表單位圓局的水升 藍色數字, 代表圓局的山升 而黑色數字, 代表運升 開了一個九宮飛升盤之後 就會發現大門就是九十七賴的六 這一組數 這組數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九十七賴的六 先說, 向星七 其實, 降先天的河圖是火星 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 七本身, 先天數是火 後天是金 九指尼掛就是後天的尼掛火 九十七的組合 一個先天火加一個後天火 火、黑、金 如果從九指黑七呎去說 另外, 下面的運升六百乾掛也是金 如果從後天段視說 九指火, 七呎金 六百金, 火黑金 九碰六有甚麼問題出現呢? 就說, 沿空風水說 火黑金, 就叫做火燒天門 加出馬乎之而 就說會出到一些 如果家庭裏面 年輕人不聽話 博嘴博蝕, 甚至罵老人家 如果公司或機構 會有以下犯常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九十七 本身那盤數 九十七這組數 火一金 七運的時候 這個叫做開老七仔門 叫做王偉 但大家記住 他說九黑七 黑我的顆星 就是我的殺 在命理學 或者是在元學上說 黑我者為官殺 那我向星七是話事的 九黑七 官殺來了 或者叫做殺星 那 好了, 但如果預監這些數 他除了剛才說的那些 以下犯常下 小孩子不聽話 年輕的 激氣勞氣之外 如果榴槤再來一個九 是不是本身已經九十七 九黑七 榴槤再來一個九 九黑七 這就是殺處重逢 靜逆是虐 現在是旺公單瑜 旺的位置 單瑜 一顆九尼黑 如果榴槤再來九 就是殺處重逢 兩個殺星尼黑 情況更加嚴重了 但那個向星七 再碰上那個混星錄 其實是否也會有六七交劍殺的主要 沒錯,Amy說得好 六碰七叫做交劍殺 就是鬥爭 亦是代表以下犯常的情況出現 加上狗在中間沒有通關之神 那就是衝突 大家會硬鬥硬 另一組數就是病符星 尼掛42賴過二 影響又是甚麼呢 尼掛42賴過二 向星二病符位 好似你們說 混星下面有個大字也是二 兩組的病符星聚在一起 座星是四順掛 四刻二 木刻土 刻住病符星 四十二病符位 容易有甚麼呢 第一,有情緒問題 第二容易失眠 第三,木刻土 二刻也有腸胃問題 苦科腸胃的事情要注意 如果房門、床頭 房門開到這些數 床頭開到這些數 情況會相對嚴重一些 另外最輕微 在都市內 情緒緊張 失眠 這些情況都很容易出現 接著二十九賴過四 這一組數 又代表了甚麼呢 二十九賴過四 整組都是陰星 二四七九是陰星陰掛 現在八雲九指是未來生氣 這叫未來生氣位 另外九指 我們經常說甚麼是幸福指數呢 裸掌、名譽、嫁取、天丁、恩怨、桃花 這些榮譽、文明、氣象 如果有成年人 這些是桃花感情的東西 未成年的小朋友 其實是讀書、學業、功名、裸掌等 這是好位來的 雖然裡面有個叫做病符星 但始終是向星九 說是仍然以吉位來論 加上混星四之後 又會出現甚麼效果呢 九最喜歡碰到四 九是火 四是木 九指是文明氣象 琴棋書、畫等 四是文曲星 木生火 文曲星三個文明氣象的九指 這叫木見火 出聰明其事 用得好 這間屋會出聰明、讀書的人 當然要看位置在哪裏 接著向星四六十四賴九 這一組數 這組數又代表了甚麼呢 向星四六十四賴九 有三個關係 第一個就是六十四 六黑四 金、黑木、乾掛、黑順木 另一個就是木生火 四就是生過九 四是木一順掛、九指尼掛火 木生火 另一個就是火一金 九就是黑六 哪一組關係行 如果九黑六 我們說的就是火燒天門 綠白乾是天 代表家長、長輩 火燒天門 人家出馬父之餘 會出到一些以下凡上的 伙計、職員、下屬 或者家裡的年輕人 就激氣、搏嘴搏蝕 欺負老人家、家長 但是另一組就是 木見火又出聰明其事 就是讀書人 或者是學業成績 好 六黑四 本來又說是欺負太太 又說是黑妻 但是哪個星話事呢 其實這組星這麼複雜 簡單說就是向星四 文曲 這個四六星話事 所以簡單定義 加上九指、木見火 出聰明其事 所以文昌偉 五黃災星七十五 賴國八這組數 又代表了些甚麼呢 五黃災星 向星五黃 這是整間屋的災位 災位就看它的幾個情況 看它周邊埋便的 拍著那個座星 還有下底的雲星 有沒有所謂的黑衝迎合 加減乘墜 其實決定是減輕 七十五 本來說有個金 土生金 本來就會洩過五黃的氣 但是我們說洩過五黃 基本上我們說用六白乾掛 乾掛是正義的 七是陰金 屬於邪金 或者是甚麼 七十五的組合 其實是不好的 當然下底有個雲星八 八雲本來最旺 但是它不得力 因為五黃作主 就是惡人災星 八白做不到甚麼動作出來 仍是這個災位 接著就是三十一賴三 這一組星 有兩個三壁星 會有甚麼效果呢 兩個三壁星都不要緊 要看向星是甚麼 向星一白水星 我們常說水星 碰到六百的觀星 叫做一六共宗 就叫做觀星 變成觀星的組合 一碰到四六的文曲星 水生木 這個一百星就變成文曲星 一四同工 就必法科名 但如果一碰三三是賊星 痴猶逼星 好勇鬥狠之神 一碰三一無故便變成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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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碰三三是賊星 兩組的賊星組合 接著真的到向星三的組合 五十三乃一 又代表了甚麼呢 五十三乃一 向星三 木黑土 黑著五黃 本身組合已經不太好 下面有一個一白水星 水星可以變成的 不過現在碰到三壁的痴猶星 一碰三 這個三會變成痴猶星 賊星 代表不見錢 災禍 水生木 一三三 木黑土 三黑五 然後五又回黑一 土黑水 這組的星的性質較兇 接著到八白星 就是十八拉角五 這樣的組合又會有甚麼效果 這是一個好的位置 整間屋屋 這個叫做王位財位 向星八 向星八 但在旁邊有個一土黑水 不要緊有八八 下面還有五黃星 五黃星 但始終大家是八八土星 主流是向星華視 力量最強是它 所以瑕筆掩餘 那些懷疑 已不能夠八八的黃位 這是整間屋屋的最黃的位置 黃位財位 接著就是中宮八十六 賴過七 這組數代表了甚麼 八十六賴過七 本來是很好的組合 兩顆白星 土生金八六六八的組合 中間有個七 七雲 當然有個七 但是向座星八 入了中宮 這個叫入籌 當雲的黃星入籌 向星八在中間 就叫向星入籌 影響整體的雲 包括財 健康 工作 座星入籌影響人的關係 人的發展 以及影響健康 是很重要的 認識過九組飛星組合的特性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單位 有哪些是黃位 有哪些是沒有那麼好的位 不過由於艇區大部分位置 都受到四十二賴過二 這一組星的影響 護住一家的身體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到底要怎樣才可以化解 我們待會回來再看看 今集風生水起輪流轉 我們來到一個 住在紅磡一帶的家庭觀眾家 上一節 余忠哲師傅就和大家講解過 飛到這個單位 舊組飛星的特性 而這一節 我們請室內設計師APHIS 為單位的設計給一些意見 看看怎樣可以以室內設計的意念 迎合風水上的要求 首先我們看看大門的位置 可以怎樣影響著兩代之間的相處 大門口開了九十七賴過六 這一組數 師傅,其實會否影響到 護住和兩個女兒的感情 會的 因為九十七賴過六 就是六、九、黑、七就是火黑金 九、黑、六也是火黑金 火燒天門就加出馬乎之疑 按照古書這樣講 小朋友和家長的關係容易有衝突 加上我們說 一段一間屋的風水 除了大門那些數 很多時會跟中公說 中公八十六賴過七 也有一組交劍殺在這裡 兩組交劍殺 由火燒天門、火黑金 容易出這些問題 但Amy我們另外還要注意 除了這個 譬如說 加出馬乎之疑之外 另外原來 這個後天的狸掛九子火 黑鮮天的七呎的火 又有鬥爭 六七在打仗 亦都代表這個鮮天 人體裡面的鮮天免疫系統的打仗 都是這樣出事 門口的總數是這樣 中公也是這樣 很注意小心 容易有些鮮天免疫系統的問題 例如紅斑狼瘡 或者淚風濕的問題出現 住這間屋的人 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 可以怎樣化解 用什麼五行會好些 我們說看過門口 九黑七火黑金 最好用八白土去通關 九生八八生七 生黃去中間就黃黑之有 什麼叫八白土呢 八粒石春 黃黃白白的石春 一套八件的泥公仔 或者是陶瓷石黑 甚至一些圖案有八素 屬土的概念的物件 地毯等等都可以 AVANS 怎樣可以把八白土的概念 用在設計在門口上面 我們可以考慮把門的顏色改了 例如用米黃色 另外也可以在地上 做一幅石 有八個公仔也可以 另外其實現在門口位都比較暗 我們可以考慮加光一些 加燈在這裡 變成門口光亮一點 人家會比較舒服 設計上可以是這樣 大師傅 榴槤再來一顆九子星 通常來九子星當然是開心 但這個情況這一組數 似乎就不太好 沒錯 因為已經圓局九黑七了 榴槤再來一顆九子星也是火 三組火星在門口 圓局九黑七 向星七又被榴槤九子又黑 兩組殺處重逢 這個力量就會強一點 今年榴槤 本來好星都變成負面的東西 入門口的左邊 就是我們現在坐在的梳化位置 四十二奶具二病符星 病符星大家剛才也說過 是不好的了 再加上我們現在坐在灰色的梳化 其實影響又會是怎樣 沒錯了 四十二已經是木黑土了 灰色是熟水 水生木木黑土 其實加強了四刻二的力量 當然梳化是不難解決的 我們可以 譬如說 用一些 Cushion 或者是坐墊 腰墊 甚至一些 傢俬的 蓋梳化的墊 可以改變它的顏色的意念 但最重要的是 木黑土 這個病符星就會惡 一個病符 一個是營餘影響人的情緒 但位置灰色之餘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梳化旁邊 還有一些植物 還有一些紅色的東西 紅色是火生土 綠色是木黑土 其實這個應該都要把它切走 但木黑土 其實我們說要少許 少許夠辣 不要太多 紅色的火去通關 但木植物絕對不適宜 灰色的話 其實我們梳化可以嘗試 用一些 調節紅紫 粉紅的腰墊 或者是坐墊 作為一個通關 令到木黑土的力量 不要太強 其實那些電器的東西 盡量是否避免放在這邊 也要少許 沒錯 冷的東西 風扇 水柱 或者打印機 一應的抽濕的東西 暖風機 動動的東西 如果在這裡動 其實就已經叫做 動起了病符聲 盡量避免 第二 其實這個位置 坐在這裡做梳化 其實就是叫做 安了梳化的坐位 在病符位 其實長的時間都會長些 對身體其實都不好 加上榴槤也來了五黃 五黃星 四十二乃過二 再來五黃 叫二五交加拿 兩組二碰一個五 情況會嚴重了 所以這個位置 除了少許紅色通關 其實應該需要榴槤來說 需要一些重的金屬 圓形的重的金屬物件 鎮住二黑和五黃 Avis 其實在這個廳區的範圍 都影響多大 那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簡單地去避開它 我會建議 將那個飯廳和客廳 直接對調去 變成就不用避開 可以那個不好的位置 我相信這樣的安排 可能會更加適合一些 那如果梳化真的放在那邊 其實又放在哪個位置 會比較好呢 就像剛才師傅所說 如果是一些好的位置 當然是放在那裡坐 譬如可以靠去 剛才你們說過的八白的位置 變成就近那邊飯廳的窗 靠去梳化過去坐 我相信這個擺法 也會比較適合一些 師傅 剛才Avis也說過 放在八白的位置 那邊 十八賴焗五 這一組數 如果梳化真的坐在那邊 又用甚麼顏色 會更加可以助往它呢 十八就是這個土黑水 土生金金生水 適合用香檳金色 白色 加上那個鎮位那邊 順位鎮位那邊 如果用那邊坐梳化 那個位置相對暗些 因為它沒有一個大窗在這邊 所以顏色更加適合用 金、白 這些顏色 香檳金 去搶黃它 主人房 師傅你給的評分 似乎不一般 原因是因為房門開了一個病門 還是其他原因呢 房門開了一個病門 四十二拉過二 是開得不好的 其實還要說 他們兩個掛在整個大太極裡面 主人房一個撞掛一個拳掛 一個向升五黃 一個向升一 但只是三十一 就變成那些掛掛都是不好的 房門不好是更加重要的 其他的位置不好 安床都比較難 床頭睡這邊睡那邊 都是不好 甚至是災位 所以其實 如果要在這樣的基礎條件之後 去化解 變成就很被動了 很被動了 房門始終會走出來 所以我會建議 這個就做一個 相對徹底一點的改動 就是因為它旁邊 有個條件 就是有一間房 基本上用來做雜物房 就沒有人睡 我會建議 改不了房門 房門可以在病符位 四十二 但是打了牆 打通兩個房 即使房門不改變都好 中心點移了 中宮立極點移了 門位就會移動了改變了 相對於房的中心點 打通了之後的房的中心點 門位就變成去了坤位 二十九 賴個四 搶回旺角 開狗仔門 九子門 賴個四 木建火出聰明其事 對健康有了好的幫助 至於裡面的床 可以安排考慮睡在一個陣位 即床頭睡在一個陣位 即打通了新房之後 那個陣位 開回十八 睡在八仔位 開狗子的房門 起碼盡量搶回旺 至於裡面的間隔床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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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剛才師傅說的 在十八位 其實床尾剩下很多位 我們考慮在床尾 即近女房的牆 做一個一勒大的衣櫃 可以用一個衣櫃來間房 變成兩邊都用到一個衣櫃 變成女兒可以多些儲物空間 不用太迫間房 另外也可以考慮近窗兩邊的L型 有一邊做書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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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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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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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用什麼五行 因為它本身的房間走過去的位置 一個是31、31、一個是75 原來房門是42 這樣改動後就不是42 主要是化過五黃 75 容易記大紅大陸的東西 香檳金、奶白、米黃 比較穩陣 女房的評分同樣是一般的 是否因為房門和大門開同一組數 沒錯 都是順掛97 就是6 9就是來掛後天火黑鮮天的7呎 都是火來的 先天7呎都是火 後天才是金 先天火後天火火黑鮮 7呎金加上600金叫膠劍煞 所以容易吵架、衝突、火燒天門 出什麼罵父之義 那些古人說 那些小朋友就不聽話 或者拼嘴 九指尼掛中女 7呎對掛少女 這間我們兩個女仔處 就對一個是姐姐 一個是妹 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火黑鮮有一個麻煩 就是向星7呎是少女 變成是妹 妹會主導整個混 問題是出在她那裡 其實有兩個化解 我們可以說化解97呎用八百土去化 但問題是說 這個都不是最徹底 其實這間房 它本身就在椅子位 做了一個高身的衣� 變成將房的面積收窄了 中心點來計 門口立在信掛的97呎6 其實如果我們將衣櫃拆掉 將單位擴闊 中心點移動了 門位有機會立在陣掛 18呎的黃性 所以我也是建議 將衣櫃拆掉 將門移動 剛才Avis你也說過 衣櫃可以做了兩邊 做了一個简牆 即使師傅拆掉衣櫃 都仍然有一個儲物的空間 但會不會書桌又可以怎樣擺放 又或者怎樣令房間更多儲物空間 我們剛才已經解決了衣櫃的問題 媽媽房兩邊用 其實現在的凹位 我們考慮可以做書架和書桌 現在房間有衣櫃也有書櫃 便可以解決整件事的需要 那女房間用什麼五行會比較好 始終整間房間都是五黃佔多數 當然還有其他數 但我們主流是五黃作事 化五黃都是既紅既綠 大紅大綠的東西 最好是用白色香檳金顏色 以蝕五黃為主 大門的星組 以及聽區的病扶聲 發揮了他們的空性 影響著兩代之間的感情 以及住在這裡的人的身體健康 雖然要化解 可能需要更大的改動 但如果能換來健康 和和諧的家庭關係 相信都會值得 如果你都希望知道 可以怎樣為自己的單位 利用風水的學問吹吉避空 不妨可以寫信給我們 如宗哲師傅和Avis 更多可以在節目中 來到你的家為你提供意見 這麼難得的機會 別猶豫了 快寫信給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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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